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12月1號的 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 我是宜佩 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PK賽 邀請到兩位 都是媽媽要來PK 不過第一位呢 她其實我個人私心覺得 我好希望她今天可以贏 因為她來我們節目這麼多次 做的料理都好好吃 我們都覺得說 這根本就是媲美 心急餐廳的料理 但她從來沒贏過 我們來歡迎阿嬌姐 確實 宜佩 怎麼了... 我真的沒有贏過 妳有玻璃心嗎 我不會 真的嗎 我是不是臉皮很厚 不會 我完全都不會 而且妳知道嗎 我每一次就是 我前幾次來 然後其實都沒有贏 那我現在都在國外 我現在人剛好在國外出外去 妳該不會打視訊跟她哭吧 沒有... 她每次都問我說今天贏了沒有 然後我就說我又全輸了 我每次都是全輸了 然後我老公就說 妳應該還好吧 我說我非常好 真的假的 就我覺得其實做菜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開心的 我覺得 我享受那種 妳在做菜的那個過程 跟給某些人吃了之後 反正像其實 我很買單 我非常喜歡 我們工作人員很買單 對 我其實非常謝謝製作單位 而且我喜歡宜佩 就是說 每次我做任何的一個料理 到最後他們都會給我一個 最滿足跟最快樂的效果 然後告訴我說 阿嬌姐妳做的東西好好吃 但是我們幾位小小評審 不買單也沒辦法 因為畢竟那是小朋友 但妳今天真的皮要繃緊一點 因為這位呢 她的女兒是很挑食的 所以今天請她來 她肯定可以把小朋友紅得 紅得非常好的 歡迎咩 女朋友看我已經在玩手了 對啊 怎麼搞的 而且我差幾眼中 而且我只是長得拍跨面 她好可愛 她的個性很好 我溫柔嫌淑 對 而且妳知道我女兒的中餐 她不是真的 我跟妳講她 我女兒她中餐不營養午餐嗎 對 學校的嘛 她不是營養午餐 不然咧 我做便當 喔 妳真的是做便當嗎 一個小三一個小一 對 我就這樣子 所以從他們小學 妳就開始一路都有做便當 然後如果有我粉絲專業的人 都會知道我都會分享 直播教大家做菜 然後分享最簡單最快速的料理 然後再加上小孩子喜歡 就是有些東西 譬如說就像洋蔥 對 他們不愛吃 對 紅蘿蔔 青豆 那妳要如何去克服 雖然MAY現在是用一種很和善 很溫柔的口氣在對阿嬌姐說 但我覺得她字字珠跡 然後說出來每一句話 感覺都是在刺痛阿嬌姐說 妳看我多厲害 我小朋友都吃我做的營養午餐 不吃營養午餐 都吃我做的便當 沒有 因為我在跟我女兒講話 售起我的手是這樣 好 待會兒阿嬌姐跟MAY 就要來幫我們PK了 當然在營養的部分 就要交給我們的營養師 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一個做便當 然後一個是大廚 還好我不是評審 真的 因為妳每次也來 我們節目吃得很開心 對 而且上次有個不愛吃 也吃得很好 很好吃 對 不過我們要聊一聊 就是說MAY妳的小孩很挑食 妳都用什麼方法哄他們 沒有 因為妳不能很認真的去哄她 讓她知道說妳就是在說服她吃東西 像我都會跟她講 比如說我女兒 像我們有一次去義大利餐 吃義大利麵 那義大利麵裡面就會有青豆 對 我都不愛 餃蔥 然後還有橄欖 對 然後她在吃的時候她就開始挑 然後你知道那個 老闆娘在旁邊一直看 很尷尬耶 到底在挑什麼 然後我老公也覺得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這樣 在吃的時候就跟我老公講說 我真的很擔心他們兩個 我老公就說怎麼說 我說你看像我老公長這麼帥 妳長這麼帥 都是因為我小時候有把飯吃超光的 可是你看他們兩個東西都沒有吃 然後挑成這樣 我老公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她以後老公會很醜 我還沒有對著我女兒講 我女兒一聽到 她就跟她姐姐對看之後 就拿叉子然後把她剛才挑的東西 全部往嘴裡放 真的假的 他們現在就已經 對 就已經害怕吃 真的 現在已經有這種 然後她就吃很快 原本已經不吃了 她吃完之後她就跟我媽講 她就跟我講了 她就講說 媽 我以後老公應該會很帥吧 然後我就說 會 妳吃得超乾淨 對 妳老公以後一定會有事 了解 沒有這個方法哄小孩 可以好好學 就是半恐嚇的方式 有一點關鍵 因為我沒有看他們 對… 不過我們今天兩位要PK 我們的主角就是洋蔥 有的小朋友愛吃洋蔥 有的小朋友不愛吃洋蔥 不過我們要帶妳看一則新聞 聽說現在要吃洋蔥 洋蔥是一個很好的料理 有一道料理叫做洋蔥雞湯料理 讓大家可以過一個非常健康 又暖乎乎的冬天 鍋子裡伴隨濃濃 雞湯香氣的蒸汽不斷冒出 流感病毒持續延燒 營養師推薦自己做 這一味抗感冒雞湯 能幫助排檔 抗發炎 新疆拍碎大蒜 靜置10分鐘 再搭配切絲洋蔥 胡蘿蔔和生薑 一起和汆燙後的雞肉 下去燉煮 國外研究洋蔥能抗發炎 胡蘿蔔能保護呼吸道 增強免疫力 大蒜則能抗菌 幫助淋巴循環 但營養師解釋 這些都只是輔助預防效果 想治療還是得找專業醫生 洋蔥裡面含所謂的胡皮素 他們是發覺它是個天然的抗主治安 也能夠是個天然的抗發炎東西 它的化學成分就跟我們治療 日期款發炎 或其他呼吸道發炎 那個成分是有點類似 所以在他們在研究方面 他們認為是說 它能夠幫助我們的盤的排出 能夠緩解感冒的症狀 另外將紅薯去皮燉爛倒入牛奶 把雞蛋和粥貨在一起 小火煮成抗寒湯 也能增強抵抗力預防流感病毒 早上門 借郭縣吳登麗 帶報導 我們剛剛今天新聞裡面有看到 那個洋蔥啊 那個醫師說裡面含有胡皮素 胡皮素我第一次聽過 到底胡皮素是什麼個素來 素吧 它其實是一種植物的植化素 它是提高我們體內抗氧化能力的 一種很好的營養素 有一點像你們之前會聽到像什麼大豆液黃銅 或是像一些什麼葡萄多酚 那這些其實所謂就是 跟胡皮素是同一類的 對我們身體都是好的 但是洋蔥最主要其實很適合在 所謂的秋冬吃 因為它對小朋友如果他說 小朋友有一些比如說早上起來會過敏 牛鼻涕或是皮膚癢 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會有輕微的想要咳嗽 那這些其實都很適合吃洋蔥 那本身洋蔥吃起來 如果說你煮成甜甜的話 剛剛阿嬌姐有提到 煮成甜甜的話它其實扁生裡面的 那個寡糖成分很多 寡糖它可以促進腸道的蠕動滋味 它是益生菌很好的食物 因為當你吃到很多好菌進來的時候 你好菌要住得比較久 住久你就要給它 讓好菌住在肚子裡面 對 你要餵它食物 也不會讓它餓死 裡面的這個洋蔥裡面的寡糖 就是它的食物 對 我有兩點可以請教一下營養師嗎 好 來 就是一個就是人家說 如果今天你比較缺鈣 尤其小孩在發育成長的過程裡面 要大量的鈣 那是不是洋蔥含鈣膏 這是第一個 還有一個是以前老人家的說法說 吃洋蔥 眼睛會不好 就是說眼睛會不好 吃洋蔥 對 吃洋蔥到底眼睛會不會不好 這是不是一個迷思 我們待會兒可以來 好好聊一聊這個部分 不過我們要先看一則娛樂新聞 就是小茉莉跟金楊等等的演員 他們拍了一個網路劇 這個網路劇其實話題滿辛辣 討論的是演藝圈的八卦還有黑暗面 但是小茉莉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竟然被爆出說 他演戲的時候不敬業 真的有這樣子嗎 會不會太誇張了 看一下 有演員小茉莉 李密 金楊 沈志明等人 主演的網路劇30號 舉行開競技者會 這是一部結合夜店 演藝圈秘星的時尚影集 裡頭完全揭露演藝圈的潛規則 搭配演員們的高顏值 以及火辣身材 絕對會讓觀眾逼血之流 不過近期卻有週刊爆料 指出小茉莉在和沈志明對戲時不夠驚豔 被對方指責 你會不會演戲啊 也讓沈志明聽了連忙換家 一切都是誤傳 我 不知道 我剛剛才知道而已 我剛剛才知道 我不知道有這新聞欸 可是我覺得當下 我們是大家一起對 當時的氣氛其實滿融洽的對吧 唉呦 看在小茉莉這麼無辜的份上 大家就別認真看待了 在影集裡飾演清純少女的小茉莉 演技上絕對會有所突破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常信過 這個方面的一個演性 對啊 所以我也滿期待的 不過相信大家也很期待 36位高顏值的演員們 會不會有許多火辣激情戲嗎 台灣的部分可能尺度會大一點點 就像我們的前導片 會有漏背啊 那就是這樣子的 但是 欸對對 漏背到頂了啦 漏背到頂了啦 就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回到我們的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 我們今天要PK料理的主題 就是洋蔥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洋蔥有很多好處 對於小孩子幫助很大 不過剛剛阿嬌姐在廣告之前 也有問一下營養師說 洋蔥是不是真的是一個 高鈣的一個食物 其實它本身的鈣含量 本身的鈣含量還OK 但是它是促進鈣的吸收 它會幫助鈣的合成 所以其實它可以適合 跟一些高鈣的食物一起搭配 了解 但是意思就是說 我們吞完鈣片之後吃洋蔥 也可以幫助吸收 你可以吃一些 比如說跟炒芥蘭菜 然後再跟洋蔥湯 或者洋蔥 炒那個豬肝也可以對不對 對 就是跟高鈣食物一起搭這樣子 對 可是老人家真的有說過 吃洋蔥把酒不好 我媽媽今天還問我這個事 很多人會說這件事情 尤其是老人家 對 但是事實上因為 這件事情其實是錯的 因為如果你在切洋蔥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會流淚 對 小老人家說把酒不好 是因為流太多眼淚 就是會流淚 不清楚這樣子 但事實上它洋蔥只要拿去 稍微用冰水 冰燙一下 其實它就冰一下 它就不會讓你流淚了 是 大家都說吃洋蔥有很多好處 有沒有哪些人 其實是沒有很適合吃洋蔥的 其實洋蔥它是屬於 比較容易脹氣的蔬菜 尤其是小朋友 如果說它因為把它煮得甜甜的 讓它吃得變得量很多的話 小朋友確實會容易 有一些脹氣不舒服 所以其實小朋友吃洋蔥的話 我們建議一餐大概就是半碗左右 其實就差不多了 了解 一餐半碗 可是也有聽說 喜歡喝那種含糖 有氣飲料的小朋友 可以吃洋蔥 其實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喜歡喝一些 比如說像汽水 或是說像有一些飲料裡面 它有一些磷酸 你仔細看後面的這些成分 它會飆對不對 對 那磷酸它本身就會讓鈣 把它帶走 所以小朋友的鈣的含量就會降低 這時候其實你就可以 除了剛剛提到的就是 補充一些洋蔥 反而是適合吃洋蔥 再吃一些高鈣的食材 比如說你同一餐 你可以有小芳豆干 或是小魚乾 或甚至剛剛提到的芥蘭菜 這樣一起的話 它可以幫助鈣的吸收 所以如果不喜歡 就是洋蔥味道的小朋友的話 其實我們建議還是可以 稍微煮軟一點點 但是量不要太多就好 可是你知道在市面上 有很多我們大人吃什麼什麼 你們在煮那種西餐料理 常常會有什麼 涼拌洋蔥什麼的 絕對都會有洋蔥 可是問題是吃完洋蔥之後 就跟吃完大蒜一樣 就不能接吻 對 嘴巴很臭 有沒有 嘴巴臭臭的 臭臭的 所以要上節目之前 也不能吃洋蔥 那到底洋蔥 如果真的很臭 怎麼解 其實集中解的方法 一個就是用所謂的牛奶 就是你吃完洋蔥 如果是生的話 那它可以用牛奶來解 然後第二種就是說 它可以喝濃茶 比如說你的茶泡濃一點 第三種有人直接建議 就是咀嚼那個茶葉 就是那個泡了茶葉之後 軟的茶葉 然後去攪它 那它的味道就會散掉 不過我說一下就是洋蔥生的 它確實營養價值比較高 尤其是對我們成人來講 真的 它的流化素很高 會讓你就是抗氧化之外 不容易感冒之外 它其實會讓皮膚漂亮 是 像洋蔥又有很多顏色 有白洋蔥 有紫洋蔥 有牛奶洋蔥 大家多吃洋蔥就對 而且洋蔥真的非常好料理 你說你吃生的 你把它隨便拌在沙拉裡面 一點點油醋 就好好吃了 它配什麼技巧 但是我們是覺得很好吃 小姐 妳要注意一下 今天我們是要弄給小孩吃的 我每次都犯了這個錯 我好害怕 妳都覺得說 我們大人都說很好吃 所以妳今天到底要端出 什麼料理來PK 我告訴妳 我今天有認真 我回家做過功課 我真的很認真 我想說 我就是不能再這麼刷身 就是我想說 我認真的來想一下 把洋蔥稍微加過一點 我自己做的一些加工的方式 我待會兒會告訴大家怎麼做 其實我今天做的這個 Totila就是西班牙烘蛋 Totila是什麼 西班牙烘蛋 它很簡單 一般其實它的做法 有一點點像我們台灣人 在做菜脯嫩 菜脯蛋 妳說菜脯嫩 我就知道 對 講菜脯嫩 大家可能就熟悉了 可是菜脯嫩 很多媽媽都常常在想 可是菜脯嫩都膨不起來 對啊 對不對 妳要去外面吃才會膨膨的 我今天就順便告訴大家 怎麼吃到 怎麼做那種膨起來的菜脯嫩 然後就跟這個西班牙烘蛋 一模一樣的做法 而且重點是 但小朋友接受度很高 對啊 有機會 但是妳不要忘了 我們今天勁底有沒有 袖子都捲起來 每一天都斷吃什麼料理 我跟你講小朋友洋蔥不喜歡吃 加了一樣東西他就喜歡吃了 什麼 玉米 焗烤 我們已經禁止藝人用玉米了 因為太多人用玉米了 每次來大家都有玉米這個實質 沒有 玉米這對我來講 是我要挑戰更高難度 對 來 OK 所以我就要做那個 洋蔥蘑菇焗烤飯 小朋友喜歡吃起司 對啊 對 可是妳不要忘了 我上次做起司也失敗 那怎麼辦 應該是我個人的原因 沒有啦 阿嬌姐 妳不能這樣先挫最手的銳氣 對不對 我應該是我個人的原因 而且重點是妹是第一次來 她雙門做又有玻璃心 對不對 她等一下如果 妳沒有聽到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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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還沒做 不要ㄎㄎㄎㄎㄎ 我們等一下妳第一個上場 因為阿嬌姐 畢竟來過很多次 妳第一個先來上場 不過我們要先來看一則新聞 就是最近新聞很多的 大陸演員林更新 她演十四爺 然後她飛聞非常的多 聽說她的飛聞女友就是ABCDE 數不清的飛聞女友 但她最近交了一位飛聞女友 好像有點踢到鐵板 因為這位飛聞女友 竟然被狗仔拍到說 她的女朋友 跟另外一位導演出去 而且還過夜喔 我覺得林更新這次 真的是事情大條啊 由爾東昇導演 林更新漂亮主演的 武俠電影昨天在北京舉行發布會 平常總是風流隨性的林更新 遇上工作室超嚴肅的 爾東昇導演 感覺壓力很大 其實我平時 也算一個很認真的 但有時候也會 懈戴或者說話 但是我們在她那裡 說 妳還是說 小心妳聽她的不敢 那我不敢 不是她 其實 不過面對女演員的時候 林更新完全就是得心應手 不但在電影裡 飾演多情的三少爺 和女演員們大談三角戀 現實中的感情世界也是超複雜 反正先得爆料 說到三少爺的緋聞女友 肯定附輸我們兩位 好 非常多 沒錯 林更新的緋聞女友 有多少小編數給你聽 富二代千金王榮 中學同學許韶純 本屆金螞蟻後周東宇 大陸超模陳畢格 美女網紅王柳文 當然要這次同志的 女演員蔣夢潔 我是一心一愛的 傳統演員 其實肯定是最變的經理 最新的一位緋聞女友 是有著清純學妹氣質的 四川美女演員孫一 不過綜橫情場的林更新 也被爆料 這次是踢到鐵板了啦 因為孫一在跟林更新 曖昧的期間 也同時和另外一位新瑞導演 出去親密約會 甚至還留宿過夜 究竟這一對玩咖情侶 會有怎樣的後續發展 小編只能說你們開心就好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好的 我們今天洋蔥料理 妹妳到底在幹嘛 這消毒好了 消毒好了 我們非常乾淨 因為我們是Live的節目嘛 今天妹要首先來應戰的 就是用洋蔥做料理 當然我們今天PK之後 我們來評審也是 今天有多了一位小朋友 有五位可愛的小小評審 壓力很大 所以妹先來了 洋蔥蘑菇焗烤飯 好 今天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其實這個料理很簡單 妹做大概10分鐘就可以做完了 包括焗烤的部分不算的話 準備材料大概10分鐘就完成 好 今天我們的食材有洋蔥半顆 蘑菇10朵 蘑菇絲小許 紅蘿蔔半根白飯一碗 鹽跟油都少許 對 那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一開始 我們來先切洋蔥好了 我們洋蔥呢看妳的口感 妳看妳喜歡切條狀的呢 還是妳要切就是釘狀的都可以 對 看妳小孩 那其實我們不需要那麼多 我們大概拌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了 對 因為基本上小孩子 如果不是很喜歡的話 妳就不要大量用 是 要不然我們就放兩片就好 而且她今天挑戰兩個 還要紅蘿蔔 對啊 洋蔥也算很緊張 所以我覺得我會輸欸 不會啦 妳等一下有拿出那個好不好 秘密武器 對 秘密武器 殺手劍 但是我們大概洋蔥大概就這樣 因為我們如果焗烤大概這樣的話 其實洋蔥就不要太多 是 因為我們的烤盤不大啦 對 烤盤不大 然後我們就 妳知道 媽媽是需要營養的 小朋友的紅蘿蔔 小朋友雖然 小朋友雖然不愛吃紅蘿蔔 但是因為為了健康 所以媽媽還是會用巧思 把紅蘿蔔放到裡面 而且重點是May 我覺得妳根本不用擔心 因為焗烤 通常是上面一層橘 然後都是起司什麼的 對 妳突破盲腸了 是不是 妳都知道我就是把它蓋住 然後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它就是挖來吃就對了 對 我們每個來賓都是用這一招 就把東西全部都蓋住 像蓋棉被一樣 小朋友看不到就會吃了 但是今天May有用小巧思 對 它帶來了那個造型器 有沒有 它弄完之後 有點可以小顆花 它就是會變成小花瓣 對 妳看 超可愛的耶 有沒有 這對很多的新手媽媽來說 真的是非常好用 對 因為這樣子小朋友才會喜歡吃 會覺得說這是花耶 好可愛 其實房間有賣譬如說星星 或是愛心等等的 對 很多 我們就大概把它切 就是切成花朵的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切那個 蘑菇 我們蘑菇一樣 我們就把它切片 看你小朋友的大小 如果你小朋友很大的話 你可以切成丁狀的 它會有那個口感 那如果小朋友比較小一點 我會建議就是切片 切片的話它會比較 口感就比較不會那麼的不好咬 對 因為有的時候菇也會有一個菇的腥味 有些小孩子不喜歡的話 所以我這個做法呢 家裡有老人家牙口不好的人 也可以做 是 了解 然後我先幫你把洋蔥新放過來 而且它這道菜其實 你看它這整個 它其實有三種蔬菜 你會發現它把那個辛香料 包括洋蔥 還有紅蘿蔔 其實這兩個蔬菜 它確實味道很重 可是它今天很聰明 它用了焗烤的方式 加熱之後它這個甜味會出來 所以小朋友他會吃到它的甜味 所以其實它這道蔬菜隱藏了 讓小朋友可以就是促進腸道的蠕動 三種蔬菜都有 好棒喔 然後現在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要買盤了 已經好了 什麼東西 是不是很快 真的很快 然後因為像那個 我用的比較特別是家裡 譬如說如果有冷飯 冷凍飯的話冷藏 我們就拿出來稍微炒一下 我還會加一樣東西就是大蒜 因為大蒜其實對身體也很好 那我把大蒜切抹 不要切成片 因為咬到小孩子也不喜歡 我切抹 然後再稍微 再用一點點的洋蔥 然後稍微炒一下 然後加一點點的黑胡椒 你就加一點點掃在上面 然後跟鹽 其實妳可以吃一口 超香的耶 妳可以吃一口 這樣很好吃 不然我現在吃一口好了 我很喜歡吃那個蒜頭炒飯 有的時候我們煎魚 會剩下一些魚油 我們那些魚油 魚油也可以拿來炒飯 對 炒飯也很好吃 超好吃 而且這不是 我做的是有點像創意料理 不像細 因為像是濕濕的 那我喜歡台式一點 比較台一點 所以我們就把飯呢 真的很好吃 是不是 而且蒜頭的話 是不是對於天氣冷 補充蒜頭也OK是不是 對 但是蒜頭對大人來講 接受度很高 但是對小朋友來講 確實它比較嗆辣一點 它比較像小朋友 有點像是在吃 可能不喜歡辣的 有點像是吃辣椒 可是我發現一點 如果說把蒜頭跟奶油 混合在一起的話 就是香氣了 對啊 小朋友就覺得好像接受度 會提升 而且如果像國外有那個烤大蒜 烤大蒜烤完之後 它會變成軟的 它有點像馬鈴薯的那種感覺 像你烤雞的時候 就可以把蒜頭擺在旁邊 讓它去吸那個雞的湯汁 好 妹剛剛在烤盤的第一層 就鋪上了已經用大蒜 蒜末 還有洋蔥去炒鍋 加點黑胡椒的飯 對 然後一點鹽 然後我們這個也是要稍微炒過 因為太深的話 因為我們直接烤的話 它那個洋蔥的口感 它會比較脆 我們要有一點軟一點的 所以我們會稍微炒過 那炒的過程中一樣 我會加一點胡椒鹽 然後一點點的鹽 然後加一點的白酒 因為它會有香氣 白酒OK嗎 當然OK啊 應該是提香吧 它是提香 它是不會醉的 因為你酒炒一敞 它就會發掉了 你地下會把媽媽愛喝 等一下 等一下 妳哪一次吃了那個焗烤之後 妳醉了 我覺得媽媽酒量都滿好的 小孩酒量 小孩酒量不一定好 媽媽酒量是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妹的酒量還不錯 那小孩酒量不一定好 她都一邊在那邊喝 一邊在那邊做 對 然後我們就把 不要 這直播都沒辦法 這樣講出來 然後我們就把 把炒過的 就把它鋪在上面 然後鋪在上面之後呢 我們重頭戲來了 我們把焗烤 我們的那個乳酪絲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不能省 不能省 要加這麼多啊 不能省 這怎麼能省 就是棉被要蓋得厚一點 對不對 對 這怎麼能省 這樣熱量會太高嗎 還好 還好吧 其實我不是擔心它的熱量 我是擔心它的吶含量會過高 因為其實它剛剛在加料理裡面 因為剛剛May有講到 它有加一點胡椒粉 又加一點鹽 那如果說你用這個起司的話 如果已經有用這個起司 它屬於鹽分比較高 那鋪鹽如果可以不要加 其實更好 但是如果你加了鹽之外 我加巴黎鹽 你怎麼這麼嚴格 但是如果你加了鹽 現在有些起司 它是有那種低質 然後低鹽的 你也可以選擇那一種 所以起司可以選擇低鹽的 低質低鹽的 低鈉的就對了 所以我們這樣就直接可以去烤 直接進烤箱 要幾度烤多久 大概如果你的那個高度 它那麼高的話 你擺沒有那麼下面的話 我會建議150度 但是如果它你放在下面 離上面很遠的話 就是180度 然後大概烤個10 不到10分鐘 5分6分 你只要看它上色 其實就好了 因為它其他都是熟了 因為它已經熟了 對不對 只要上色就可以 好 我們剛剛May已經有提前來 攝影棚幫大家烤了一個 好漂亮喔 還落空色裝的 我帶來的啊 我為了要就是擺盤 擺盤要很漂亮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 來 仔細夾這台 來喔 1 2 3 好漂亮喔 就是像這樣子 我還沒有用完喔 這樣子還沒用完 妳可不可以揉了阿嬌姐 可不可以揉了阿嬌姐 我還沒有用完喔 妳等它上了 可是姨妹說真的 我其實滿建議很多職業婦女媽媽 如果妳在家裡 如果妳下班 妳覺得妳自己很忙 根本來不及幫孩子做晚餐 好香喔 我覺得May這個做法是非常好的 真的 妳還在幫別人說話 對 但我真的覺得這個做法真的很棒 阿嬌姐 我還是要贏喔 妳不能因為講這樣 可以 沒關係 她不會讓妳 而且重點是 好可愛喔 雖然現在我們都還不能吃 可是妳知道那個香氣有多香 我好想吃喔 對 好 May現在搬出什麼法寶 就是小朋友很愛 她的殺手劍 那是什麼 妳現在在幹嘛 到底在幹嘛 我在做那個 這是要幹嘛 這是擺盤喔 擺盤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可是 可是這個我真的不建議 好 嗆聲 嗆聲 這個我真的不建議 超大熱度120度 我也是先講了 即便是120度 我覺得都是會有融出一些縮畫劑 真的喔 我覺得媽媽不能因為自己的嘻花 沒關係 沒關係 算了 算了 每個人 不是因為每個人應戰的方式 不可以嘛 對不對 而且有時候會要拍照嘛 你知道媽媽雞花之外 還要上傳FB 讓大家知道說我多厲害 是 而且吃的時候 就直接拿起來OK啦 因為其實現在也有很多日本媽媽 都比我們台灣媽媽 雞花大概200倍 真的 對不對 他們做那些卡通便當 應該要吃的 是吃起來很好吃的 冷掉的 冷掉的 可是問題是 如果有一些裝飾的話 小朋友的那個食慾也會提升 對 視覺嘛 好 妹做了這道料理 我不得不說 它是色香味俱全 我們還沒有吃到 但我已經食指大動 阿嬌姐 我好聽阿嬌姐擔心喔 訪告之後我們先休息一下 阿嬌姐的西班牙烘蛋 能不能戰勝妹呢 就來看她功力囉 好的 在我們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當中呢 其實她來了很多次 阿嬌姐呢 但是從來沒贏過 不過阿嬌姐超級有心的 真的要很謝謝妳 因為我們工作人員說 妳其實在要來攝影棚之前 已經做了一份 然後帶來攝影棚 已經給我們攝影棚的所有的人 都已經有吃到妳的西班牙烘蛋 真是會做人 但很可惜 妳怎麼可以賄弱人家 不是 不是 沒有辦法賄弱 妳們大家等一下結束的時候 我請吃宵夜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今天的評審 是五位小朋友 如果妳說是攝影師的話 所有人心都被妳收買了 對不對 不過說真的 其實 我每次要來這個節目 我自己是很開心 開心是因為我每次會 你們給我一個主題 我就開始去發想 我想要做什麼 我覺得在那個做的過程 第一 我覺得我收會最多 因為我覺得我很享受 然後我一來 然後做的東西 妳走出攝影棚 會看到每個人都 一直在分食 對 一直在分食這些東西 妳就會覺得妳好受到鼓勵 甚至我覺得喜歡做菜的人 其實就喜歡看到每個吃的人 臉上那個線條 微笑的線條 當然今天這道料理 要不只讓我們工作人員 也要讓小朋友都開心 我希望可以 西班牙烘蛋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 包括了我們今天的主角 洋蔥一顆 然後馬鈴薯一顆 蘑菇五顆 蛋四顆 鹽巴 黑胡椒 糖跟油少許 還有巴西里香料 其實跟MAY有一點點像的料理 譬如說蘑菇你們都有用 然後洋蔥對不對 對 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今天做的是 這麼小的一個 五寸大的一個鑄鐵烤盤 那我今天所有的食材 是可以做成兩份的 所以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們今天兩個都是道具組 那個我家也有 對啊 他拿這個 你拿瀝克斯來應戰 對不對 這個其實現在對很多媽媽來講 都超好買 一個幾百塊就買得到了 對 很方便的一個食材 不過 很方便的一個器具 不過也因為這些器具你知道嗎 讓很多媽媽願意走進廚房 因為很漂亮 因為她美美的 開心嘛 對不對 好 我這邊呢 好 馬鈴薯先 放好一顆馬鈴薯 削皮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因為今天這個馬鈴薯 對 我們大概一顆 一顆可以做兩中 一顆可以做兩個 那我建議 因為我今天要教大家 就是怎麼樣做一個 很膨的一個烘蛋 所以我建議大家 這個馬鈴薯你可以切薄一點 對 不要切太厚 你的刀工可以切到多薄 你盡量就切薄一點點 但切薄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它烘起來會比較快熟 不然你淡的時間跟馬鈴薯的時間 馬鈴薯吃起來會脆脆的 對 所以我一開始就會把這個馬鈴薯 切成薄片 好 我先切一點點示範這樣 像這樣子的薄片就可以 有一點透度 你可以看到一樣有一點點透 好 再來我會再加進另外一個 就是洋蔥 好的 然後我跟你們說 我今天找到這個好可愛的小洋蔥 小洋蔥 很貴的 貴貴的 那這種小洋蔥呢 其實你就可以一整顆用 那它其實跟台灣的洋蔥 跟大洋蔥比較不一樣 這種小洋蔥沒那麼強 對 對 它的味道會比較沒那麼強 所以小朋友的接受度也會更高 對 那一樣洋蔥就還好啦 你可以稍微切厚一點點 等一下 我想要拿這一片來聞聞它 好 你可以聞聞它的香氣 真的耶 對 不要吃生的啦 你等一下沒有要接吻 沒關係 我等一下 我搞不好等一下要接吻 你怎麼知道 對不對 也是... 對啊 它真的沒那麼嗆 而且它香氣很足夠 那其實剛剛釀師已經有說過了 如果你怕那個洋蔥的嗆味 像媽媽 你要做給小孩吃 你怕這個嗆味的話 你切開來之後就去泡冰水 稍微冰鎮一下 那像洋芋片也是 像洋芋片你切開來之後 它就會有一點氧化 就會變成鶴辯 那鶴辯你也不用去泡什麼 你只要用的時候用水洗過 把它那個澱粉稍微洗掉一些 它就會回復它原來這樣子白白的 了解 那好做法很簡單 這個時候你的料已經備好 食材都已經備好 備好的時候 對 這個時候你可以先從冰箱 如果你的蛋放在冰箱 你就把冰箱回到常溫 像我們家回到常溫 先等著 好 那你就起一個平底鍋 開始我們用這個洋芋片先去煎 煎成像這樣子 對 先在平底鍋煎 煎成這樣子 把每一個兩面都稍微煎得 有一點上色 那其實它很薄 一煎它就熟了 那我們希望要用到的是 熟的洋芋片 那你煎熟之後那個鍋子 那個鍋子你再去炒蘑菇 蘑菇 不好意思 我的蘑菇已經切好炒進去了 我今天就沒有 我就把蘑菇切一切 然後一樣跟洋蔥就炒進去 然後炒 在這個炒的過程裡面 我洋芋片是沒有加任何鹽巴 但是我蘑菇跟洋蔥 我就加了一點香料鹽 了解 讓它有一點點味道 那這樣子再來就很簡單 我們有餐巾紙 你要什麼 餐巾紙油 你可以拿一張餐巾紙 然後拿出你的鑄鐵小鍋 沾一點點的油 好 磨你的鍋子 是 好 要整個鍋子都磨 就連邊邊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烘蛋 待會兒會整個膨起來 對 所以我們連邊邊的地方都要磨 它才會不沾 是 好 一點點的油 磨進來之後 好 這一點很重要 我跟你講到時候 你用我這個擺法 擺出來做好的烘蛋 它會有千層的效果 想學 想學 對 你就這樣子 一個一個 像一個花瓣疊在一起 那它疊的過程裡面 就會有空間 天嬤怎麼覺得 它介紹到這個程度 我想要去買那個鍋子 對啊 做得覺得好想買那個鍋子 突然很重要 不是因為你那個一顆馬鈴薯 你可以做這個兩個嘛 對 對啊 所以就很適合說 很適合 真的很適合 跟朋友或是跟妹妹分享 晚上開瓶紅酒的時候 就可以坐出來 是不是 對不對 而且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是因為 這次要做給小朋友吃 對 所以我用這個比較小的烤盤 如果你家裡有比較大的 那種大烤盤 對 然後你跟朋友聚會 你就一次做很大 你就當前菜 對啊 超澎湃的 這個就可以紅很多人了 對 那你看我是用這樣的方式 疊上去 那你疊 其實我們今天可以 把這些都疊完 好 疊完之後 疊完之後上面鋪上我們的洋蔥 我還有時間嗎 還可以 還有五分鐘 好 來 你把它鋪上 一定要有像這樣子 像個花朵 層層疊疊疊上去 它會有空隙 等一下我們的蛋汁流下去 它就會變成千層炭 然後呢 你再把這些 你炒好的洋鍋 還有這個洋蔥 通通都擺上去 這個洋鍋很香 我今天炒好的時候好香 對 這個這裡收一下 好 接下來這個步驟就比較重要了 就是我們剛剛蛋其實有先拿出來 我擦一下手 有一點油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蛋有先拿出來 在室溫上面回溫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西班牙烘蛋 待會兒你放到烤箱的時候 它可以膨起來 而且膨得很高 這個步驟就很重要 所以蛋一定要回溫 其實還滿多料理 尤其是做蛋糕之類的 蛋都一定要回溫 不然它沒有辦法 就是產生化學效應之類的 等一下這個 你看我回溫了對不對 然後我就把這個蛋 打兩顆進來 然後你拿 不管你是任何的攪拌器都可以 在打的時候 一定要打鬆 打鬆 對 就是你不能把蛋 還有剩下這種結塊 什麼什麼這樣子 不行 一定要打得很鬆 打到鬆 打到它發 就是也不是像你做蛋糕 那麼發 不用 你只是把它打散蛋 很散的散蛋 不要有那種一塊一塊的 不要 這個步驟其實就是你的烘蛋 會不會膨的原因 了解 所以這是小撇步 對 我現在打了 我其實蘑菇有加一點鹽巴 我這裡再加一點點的鹽巴 是 稍微提個味 妳養師說這樣 那還量太高嗎 對 這樣也量太高嗎 我加的很少 對 好 它剛剛又加了第二撮了 對 因為我高了 黏在我的手道上面 你們兩個今天真的超有火藥味 我最喜歡這種的對不對 好 妳打好了之後 是 來 妳就把它倒進去 我跟你講 最好是倒到什麼情況你知道嗎 什麼情況 倒到有點表面張力 妳不用擔心 它一定不會跑出來 像我們今天這樣子 蛋還可以再多 對 所以妳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小小的鍋子 鐵鍋 兩顆蛋 然後加上料的話 它剛好 是剛剛好的 它其實是剛好 如果有些媽媽很擔心說 那個倒了會不會溢出來 不會 妳剛好倒到那個表面張力 我告訴妳 待會兒妳把它放到烤箱裡面 去烤的時候 妳一定會很興奮 因為它那個膨起來 我等一下拿照片給妳看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要膨起來的話 加一點牛奶 它就膨起來 對 加牛奶也可以 對 加牛奶也可以 而且加牛奶又可以補充 蓋子也不錯 而且其實它用了洋蔥跟蘑菇的話 其實它可以提升免疫力 所以這一道很適合 比如說像有些小朋友 可能有點小感冒 或是有一些感冒之後 胃口不太好 那這個其實它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可以讓它感冒 可以早一點好 而且它其實它這個烘蛋 我很怕油很多剛剛 還好妳就是抹了這樣一圈 我只是用抹的而已 因為一般在 我們做很多什麼菜波能 要成功 油質都非常恐怖 因為妳要有一個澆油的過程 其實我把它做這個做法 妳放到烤箱去烤 妳要的油量只有我剛剛的 對 它油量注意料少 市面上如果我們去吃熱炒 那什麼魚香烘蛋 那油都加到多到一個爆炸 對 因為它要讓它炸 有點半鍵炸的方式 所以其實媽媽們 如果妳要在家 讓小朋友吃得健康的話 可以改用這種用烤的方式 對 用烤的 而且很簡單 我告訴妳 妳送到烤箱 像我在家也是用大烤箱 200度 妳擺在中層 中間的那一層 200度 烤14分鐘 14分鐘 它其實就會上色了 就像這樣子 好的 我們今天已經有先烤好了 其實工作人員已經吃到不想 那個吃到不到哪一國去了 對不對 而且還好 今天他們說 為了要買巴西里買不到 結果這是我自己種的巴西里 好漂亮 對 因為它有一點消烘了 不然它應該是可以更漂亮 其實我可以摸這個 可以 它沒有燙了 對 它沒有很燙 來看一下 很漂亮 對 我一直很好奇 那個巴西里 到底妳能不能吃 可以 因為我都覺得 它每次放在料理上 感覺好像就只是中式而已 沒有 只是有些人 是放了一整朵在那邊 對 你就覺得 但是如果它弄成這樣就可以 對 你就把它碎碎 因為是小孩子 你不要讓它吃到一整口的味道 它一定會嚇到 因為巴西里比我們的香菜 還要嗆一點點 味道還要濃郁一點 好香 這道也非常想吃 我覺得今天兩位 都是已經端出他們的絕活 要來贏得小朋友的心 廣告之後 我這個 我好闖 一個有玻璃心 一個從沒贏過 到底廣告之後 四位小小美食家 馬上就要登場 到底是阿嬌姐 從沒贏過阿嬌姐 烘蛋會獲勝 還是今天的妹的料理會獲勝 我們廣告之後 馬上要揭曉 好的 這應該是有史以來 我們舊室娛樂就是要健康 最精采 而且最拉鋸的一場 因為其實兩位做的料理 感覺小朋友都食指大動 到底是妹今天做的這個 蘑菇焗烤 要應戰的是阿嬌姐的 這個烘蛋 我其實滿替阿嬌姐 捏把冷汗的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的營養師 有先品嘗過 但妳先不要講 對不對 我們妳最後再來 壓垮隊會跟稻草再來講 OK 現在四位小朋友 當然我們要首先介紹的是 我們的評審長Jasmine 好大聲喔 而且妳剪頭髮的對 對喔 好 沒有喔 好啦 我看錯...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小小評審 我們的Ryan Roy Rachel 好厲害 好 四位今天看到了這個料理 你們覺得哪一道 你們比較想吃 全部都說焗烤耶 好 沒關係 看得不準 那一開始呢 當然是妹先做的 所以就我們先來品嘗 妹的這個焗烤好了 好 先吃這個好不好 好 幫我們吃吃看 吃吃看這個 這個... 妳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 然後儀佩姐姐也來吃吃看好了 好 妳不要用那個沒關係 好 沒關係啊 妳可以用這個茶汁 好不好 好 我們來吃吃看喔 其實小朋友的反應好像都還不錯 而且我們都講到說 其實焗烤小朋友很難 對啊 小朋友真的很小 對 很難不愛焗烤 可是我做焗烤也失敗啊 妳到底是做什麼焗烤 我是做在蛋塔裡面的 我是烤那個塔中 好好吃喔 我覺得小朋友很難抗拒這個味道 對啦 真的 這個焗烤很香 但是他擔心說其實飯冷掉 但完全沒有影響 對啊 你看小朋友們 每個都吃得津津有味 這位我欣賞 這位我相當欣賞 我們評審長他最愛吃了 而且他每次都會把東西吃光光 真的 他是真的每次都會吃光光 超厲害的 你真的吃光光耶 好 不然我們來問一下Ryan Ryan Ryan也吃完囉 嗯 那妳有吃到什麼 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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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有紅蘿蔔 妳講對了 對 他每天都有紅蘿蔔 他每次都擦紅蘿蔔 我以為他要講說 我不知道我就這樣吃下去了 他們還年紀太小 那個Jasmine覺得好吃嗎 好吃 因為妳全部都吃完了對不對 對 那妳有吃到什麼東西在裡面 紅蘿蔔 還有呢 飯 還有呢 有起司嗎 有 好吃對不對 蛋蛋 蛋蛋 蛋蛋應該是另外一道料 沒關係 那妳看 Rachel也是很開心 Rachel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喔 好 那肉也好吃嗎 也好吃 好 現在四位小朋友 有兩位是完食 已經都吃完了 有兩位正在吃 還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來吃吃看 阿嬌姐的料理 烘蛋 西班牙烘蛋 好了 換吃這個 阿嬌姐 老實說妳會不會緊張 我不會了 妳不能呈現放棄的狀態 我沒有放棄 只是我覺得 應該他們會喜歡吧 只是 我沒有想那麼多 我從來沒有想過 真的 其實不分上下 我也很緊張 妳緊張嗎 妳等一下試一下那個烘蛋好不好 好 我來試一下 因為妳喜歡做料理 對 我很想跟妳分享 我覺得非常難評斷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蛋啊 真的要熱熱的比較好吃 對 但冷掉會有一點腥味 對不對 但是我講超不準的 因為我每次我投妳一票 就是小朋友都投別人 對不對 好 但是妳看喔 現在是Rachel吃東西比較慢一點 其他小朋友全部吃完 全部吃完喔 好 來 那個Ryan 妳覺得好吃嗎 好吃 妳喜歡嗎 我喜歡 妳贏了 而且重點是Roy每次都是吃最慢喔 他竟然今天一口就吃掉 Roy妳喜歡這道料理嗎 那妳有吃到什麼東西 吃高 高歌 蛤 高歌 有什麼 好 聽不清楚 Jasmine 評審長妳有吃到什麼 裡面有什麼 有馬鈴薯嗎 有 有馬鈴薯 那妳喜歡這道嗎 喜歡 好 當然呢 我們在最終評審 要投票之前 我們來問一下營養師 營養師妳要不要幫我們 預測一下今天誰 妳們為什麼都要這麼慢啊 搞得我們兩個現在 不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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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放鬆 預測一下 預測一下 我覺得小朋友比較偏視覺動物 有貼紙 有那個擦的東西 可能會比較吸引小朋友這樣 可是有時候他們出意料 你知道嗎 很難捉摸 不過這個蛋真的好吃 因為它的那個馬鈴薯 就算冷掉了 它的味道都還是在 而且蛋其實我覺得 味道倒沒有說 冷掉之後有什麼腥味 我覺得還蠻香的耶 因為我加了一點香料耶 對對對 那妳預測誰呢 一定要預測嗎 一定要預測 一定要預測 我預測應該是May會贏 你剛剛把阿嬌姐捧得跟天一樣 然後講說 我預測是May會贏喔 對不對 因為小朋友喜歡那個 我來預測看看 其實我覺得兩道料理都很好吃 那May的料理 當然它色香味俱全 然後它起司的味道呢 是搶 把那個飯的那個香味整個逼出來 我覺得非常好吃 阿嬌姐的烘蛋是 它的馬鈴薯的香味很濃 但它的烘蛋是吃起來很有層次的 我很喜歡它的料理 但是我預測 May會贏 真的 因為它什麼時候 又開始有成人料理 成人料理 下一季好不好 我已經快喪失對小朋友的信心了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但是接下來 就是最後要投票的時間了 好 要投票時間囉 好 那我們每一位都 手上有一位寶寶 待會兒 儀佩姐姐數321的時候 就把寶寶投給 不行 不能 現在不能放上去 就把寶寶投給喜歡的料理喔 還沒… 寶寶不能放上去喔 好囉 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 3 2 1 請投票 謝謝你們 你們真的是好寶寶 阿嬌姐 妳可不可以說說話 我覺得應該它 你們會覺得 可是她吃完耶 我以為她不喜歡我的飯 因為她把阿嬌姐的蛋吃完 但她沒有把我的飯吃完 因為肉魚本來吃東西 就稍微比較慢一點點 那我們問一下評審長好了 那個Jasmine… 妳最會講話對不對 來 妳跟儀佩姐姐講 為什麼妳最後會投這個 妳沒有投那個 為什麼 我不喜歡 妳不喜歡那個 我不喜歡我的 我喜歡這個 因為它有起司嗎 還是什麼 起司 起司 那Ryan妳為什麼投它 因為它有什麼 不知道 紅蘿蔔 有紅蘿蔔 她喜歡吃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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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啦 嬌姐放寬心… 下次再來挑戰 不過恭喜美獲勝 而且是壓倒性獲勝